今天是6月30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49分 我们来看下上午的盘面 A股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反弹者是 可以说是全线反弹 创业版涨幅达了一个多点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时候是要加仓稳住 还是要逢高减仓 或者说逢高去割肉 哪里是市场的重点 哪里有机会让你回本 如果你对单级的盘面热点把握不住了 看不懂的仔细听 但是我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板块热点 核心龙头个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技术分享物作为依据 同时也提醒大家本人没有小号 大家要注意不会主动联系你 小心上当 从上证的分时图来看 大家看这里是属于一个明显的一个什么 震荡的一个行情震荡走高 涨的是1500多加跌的是606加 明显的这个比例超过2比1 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的信号 昨天就跟大家说过感觉有点压不住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哪些是重点 我们就指数以及核心板块龙头个股做一个全面的解析 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好 先回到上证k线 那么上证的k线昨天跟大家说过 这个位置说量 然后出现一个小幅度震荡 感觉他压不住 昨天还跟大家说过要什么 要防防阻力急跌 急杀跳水一个抢洗盘 结果今天你看 直接就低开是吧 高走直接就上去了 他表现的非常的强 直接低开就上去了 所以他的整体走势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反攻反弹的 昨天还跟大家说过 这个位置想要突 必须靠谁发力呢 大金融对吧 银行证券这些方向去发力 大家看一下今天银行是不是涨了 对不对 银行涨了多少 百分之0.8%0.9了 整个盘面来看 他就是一个低位 昨天还跟大家说过 银行在这个位置怎么样 银行在这个位置 它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它要反弹了 跌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应该要考虑 我们说的进攻了 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而银行在这个位置 存在反弹的预期 那券商同样的一个原理 他也是在这里出去反弹了 你看就他现在涨幅达到多少 一个点 我说一个点以上 整体他位置也是属于一个什么低位 正因为大金融把坑的反弹大盘起了 你后来说起券商 大家可能会说 奥严先生 你不是说我低息券商吗 去操你券商吗 操演商 他的第一位在哪里 他哪些是核心 如果你看一下这些涨幅居前的票 你就会发现 信达 中国银河 东方证券 是不是我在近期中间讲过 包括中心证券 这是不是中间讲过了 我说你去做低息做博弈就好了 不说别的就说信达 昨天前天还讲过这个事 对吧 大家应该是清楚 尤其是每天天我视频的 这些老粉丝朋友应该知道 这个位置跌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他跌过这个位置 你可以逢低关注 逢低抄底 逢低低息 结果昨天还有人跟我说 先生你不说这个位置可以抄底吗 可以低息吗 我亏钱了 我有没有割肉 你看看 如果你在昨天割的肉 今天一拉高 你是不是就遇门了 说一下这种票 你在低位 在低位去抄底去低息 没关系 短期被套了 他拉高反弹的话 你逢高减仓逢高出货就对了 他有机会给你跑路 有机会给你什么 给你冲高出逃 你担心啥 你怕啥 直播你节奏对了 就不要怕都对 除了证券之外 还有就是 前期给大家 大群中板块的中石头 也是一样的原理 你看 中石头他近期是不是走出震荡向行 而且是站在60天均价之上 是吧 这个是我们说的60天强支撑 60天强支撑 他在60天强支撑之上 所以后期反弹拉高也是非常强的 有概率的 怎么理解 其实好办 你看一下他的整个的一个个股 你就发现了 我在近期强调过多次 强调过很多次的 对不对 我说中石头重心在哪里 核心在哪里 看点在哪里 说得很清楚 说得很明白 他核心看点在哪里 核心看点在我常说的军工里面 对不对 军工里面 如果你在军工里面去做一个低息 做个博弈的话 你想想 近期是不是吃到肉了 是不是 你看前排的这些 几乎很多是跟军工有关的 对吧 整体来看市场节奏还是属于一个 轮动的过程 好 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板块 大家看今天的板块涨幅剧情的这些 可能大家看起来有点懵 什么带桃盖理 浮动盖理 佛化工 固态电池 医药商业 萌兔市场 这些是不是发现问题 超跌反弹医药相关的今天表现比较 不错对吧 超跌反弹 那除了医药之外 其他的就是你看 房地产今天表现也不错 也上涨了 有几个票涨停 到人体来看 我觉得就是一个高低签 超跌反弹 就比如说像房地产也好 低药也好 这些方向 你能追高吗 目前是不能追的 他就是一个低位的超跌反弹 你看 房地产对不对 他整体走势是往下的 整体走势是往下的 你看趋势也是往下的 这里反弹 就是因为他跌的太多了 出去反弹 那么马上拉 马上冲 冲到双方的压力位附近 他又是一个什么 又是一个大家可以出货的一个系 对不对 而且整个旁边的看 房地产属于西洋产业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晓得 他会出现大反转 这个可能性很低 又把它当成超跌反弹来做 还有今年医药这一块表现不错 你比如说像中药这一块 尖尖表现也不错对吧 出现了1.8的上涨 整体来看 他的位置属于一个的连续的走反弹了 大家还记得我前几天 跟大家讲药的时候讲什么呢 这里 是不是跟大家讲药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位置 有人跟我说 杨先生你嫌弃不告诉我 在这个位置可以抄底低息吗 我抄底低息了 这里一直跌跌的比较惨 我套住了要不要割肉 是吧 是不是这么说过 我说这个位置你就算要割肉 要等等他拉高反弹 反了压力位附近 你再去检查吗 你想想他如果反了这个位置 你去检查 你是不是不够亏钱 你甚至还有一些利润对不对 但是你在这个位置割掉肉了 你就真正的割掉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细节 而且要的话 今天有多支票大涨 这是有票涨停的对不对 你看他这些票 这些位置 蓝营生物 还有包括像加营指摇这种票 都出现一个明显的异动 像这些票的话 是近期市场的一个焦点 一个核心重点对不对 整个楼市它仍然是属于一个强势的逐期 这个没有必要纠结 好 从整个盘面来看 除了房地产要之外 今天其他板块表现都是相对说偏弱的 再看一下后排 后排的话涨幅 跌幅之前是云游戏这一块 包括其他的什么云计算的传媒这些 整体跌幅不大 这就告诉大家一个原理什么原理 涨的多的顺势的调整一下 我觉得很正常 要资金开始发掘低位的去进攻对吧 高低切 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是个好现象 说明什么 说明资金 开始入场反弹来临 这个时候没必要怕没必要纠结 可以做多的一个好司机来了 当然 重心在哪里 重心在题材 题材你看近期的创业版调整比较充分 创业版开始上涨了 那么科技股开始又回来了 开始又回归了 这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们大家需要注意和重视 重点我们来说了 核心在哪里 你看今天涨幅举起的 或者说涨天票比较多的在哪里 一个是新能源车 这个是在近期天天讲 重点讲讲过的是新能源车 目前的走势是属于什么 上行的一个拉伸的走势 以后前面跟大家说过 这段时间它放量了 它有机会调这个位置 对不对 现在你看你这里差不多还有一点点距离 马上快到了 所以它还有上工的预期 新能源车有一个核心龙头 大家都知道中马 这个我在近期天天讲对吧 它有机会成为板块的一个核心的腰股 对不对 其实它已经变腰了 你看它短期是不是涨 连续折涨天了 方方的走势 除了它之外 还有一些票涨了三板的 还有一些涨了一板的这些票 它梯队是比较完美的 当然很多人会说 现在它方向我不知道怎么做 对吧 很难做 高位的我不敢追 那么低位怎么看 你看像周城这种高位的 二板三板的对不对 缩量加速拿到这种票是 很多是不敢追的 是啊 缩量加速 包括我在内我也不敢追 但是我强劫过很多次 我说有一些前期的低位票 有些前期的调整比较充分的票 你可以做个低息做个潜伏 做个博弈做个反出 是不是 你比如说像正将司法这种票 它前面这里出现大幅拉升 你要近期出现一个什么 这里平台震荡 那么它的急跌急杀 杀到低点的话 是不是可以做低息 如果你做低息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吃到肉 可能我这么说 有人会说了 我想现在在昨天 或者说在今天早盘里 为什么不说 浙江四宝可以买 对不对 很多人老是挑这种问题 我就想告诉大家 全市场有5000支票 我每日票都告诉你 这个票明天可以低息的 这可不明天可以抄底的 行吗 不行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一个技术分析 一个概率 让你自己去什么 按照这个套路自己去选 这才是我们技术分析的精髓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事 从新能源包括 今天的盘面来看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这个方向 我说了很多回 说了很多次 现在是市场的一个绝对的一个主线 它这段时间处境明显的进攻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方向要注意要重视 什么意思 你看这里 对不对 放量了 放量突破 那就是有效突破 所以它近期是连续走强 而且这个方向出现的赚钱效应 非常好的赚钱效应 有些片出现连续走强 连续的进攻 整体来看 这个市场比里面有核心龙头 也有新龙头 你看这些是老龙头 最年智能 这个是老龙头 也出现一个短期的进攻对吧 大家这种票把握好机会了 还是有机会吃到什么 吃大肉的 包括现在一个新龙头东方 大家看一下 近期的东方通信 也出现一个明显的一栋 其实这个票我在昨天是重点讲过 前天昨天多讲过对吧 如果你节奏控制好的话 这个票是能够吃到大肉的 就比如说昨天我 前天在这里我说盘中急跌急杀 跳水你可以考虑什么 做一个跟踪 做个博弈 做个低吸 那么昨天进场的话 十几个点 有人跟我说他昨天抄底的15个点 今天一冲高 是不是20个点就来了 20几个点就来了 但是你在今天去追高的 你想想是不是被掏住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操作思路的问题 所以大家在操作思路一定要注意 缩量加速要小心 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一个情况 大家仔细看 从整个板块的走势 今天分化是比较明显的 分化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资金进攻的方向是低位的 调整比较充分的 那大家现在的一个核心是什么 你记住要不你就做资金 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 前期核心品种的低吸 就比如说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这些 包括中途头的这些 或者你就做短线里面 资金的进攻的一个低位的 总之一句话 资金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 再看一下个股 看个股就没啥说的 其实这些涨幅之前的这些大涨的票 我才刚刚都跟大家讲过 如果你把握好这些节奏 把握好这些思路 你是有机会去吃到肉赚了钱的 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和重视的 整体来看它的位置 目前是相对来说比较什么 这些票的位置都是比较低的 这些涨幅举起来的票 大家看这些大涨票 几乎都是属于低位的 所以大家以低吸低位为主 看下号牌 号牌跌的比较多的 比较比较长的 可能就是这个票了 近期大家赚 感到很温温 我想告诉大家是这个票 如果你亏钱了 但我没说 为什么这个票你还亏钱 这里是我重点讲过 我说这个位置怎么样 逢低去低吸 逢低去博弈 以后告诉大家这个位置 不要怕不要慌对吧 可是在这个位置 拉高的过程中 我也告诉大家前高附近怎么样 逢高减长逢高出货要跑路 节奏就出来了吗 这里低吸这个位置 跑路不就赚钱了吗 十几二十个点就难了吗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不敢进场 在这个位置追高 你想想是不是被套住了 我告诉大家这个位置有机会走二波 但是不一定会走二波 是不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说在澳洲上面 你要注意这个细节 注意你的进场点 现在进场点是在这个位置 而不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在操作上面 是需要特别注意和留意的 从整个市场的走势来看 A股反弹已经开始了 所以大家可以轻指数 众个股积极的布局这些人气品种 这些核心品种 好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